大家好,我是千鳥 今天想要來介紹一個可以讓PS4連線玩遊戲更穩的方法 以下的名詞都以PS4為主 如果你是想要解決PC或XBOX上的問題的話 請自行代換名詞,可能會有一些小小的差異 我沒有那些平台,所以我不是很確定 那我們就先從連線類型開始看齊吧 PS4網路連線分為NAT1233 去測試網路連線的時候就可以看得到 NAT1代表所有通訊簿開啟 如果是這個的話,你基本上可以關掉影片了 不過如果你想要繼續了解的話,當然歡迎 NAT2代表部分的通訊簿開啟 NAT3代表特定的通訊簿開啟 所以這是什麼鬼咧? 通訊簿就是... 要是找你的話就不用我了嘛 直接講就是,這個東西就像道路一樣 讓PS4知道怎麼樣去找到另外一台PS4 玩沒有伺服器的P2P連線類型遊戲 例如是GTS的大廳跟PCR的線上模式 或是使用派對聊天的時候 NAT1的人可以跟所有人一對一連線 因為它每一條路都是通的 NAT2的人,只要對象不是NAT1 就不一定可以一對一連線 要雙方的通訊簿有對上才可以 如果沒對上的話,道路沒有通 就沒有辦法找到對方 那如果是有第三個人在的時候 例如A跟B都是NAT2 但是兩個人連不上 這時候C加進來,它也是NAT2 它可以跟A跟B分別都連得上的時候 A跟B就可以透過C轉接 讓它可以同時在派對裡面溝通 或者是一起玩遊戲 這個時候派對上就會出現一個換行的符號 P2P連線對網速要求特別的高 因為每一位玩家都必須跟所有其他玩家連上才可以成立 那如果是透過轉接的 可能會因為速度過賣而斷線 或者是像GTS那樣子 起跑就卡在原地,沒有辦法動 加上如果C推出了A跟B之間就沒有那條通路了 這樣子派對就有可能會出現NAT類型的原因 導致那兩個人沒有辦法互相講話 聽到對方的聲音 遊戲也有可能會斷線 因為PS4的連接部有好幾個 所以這個問題並不一定會發生 就算遇到了重新進一次派對 也通常都可以解決 所以大部分NAT2的人都可以正常的遊玩 NAT3幾乎只能跟NAT1的人連線 因為NAT3代表他只開啟了特定的一個連接部 很難跟人家對得到 可是如果對方是NAT1的話就一定沒有問題 連線類型就講到這裡 接下來要如何改善呢? 方法一 使用中華電信的PPPoE直接連線 這個方法是最簡單的 辦網路的時候 中華電信一定會給一張帳號密碼的卡 把PS4網路線直接接到小烏龜上面 然後在網路設定中選PPPoE 輸入帳號密碼連線 就會變成NAT1 這個方法應該很多人都已經知道了 但如果是像我啊 PS4離小烏龜有好幾公尺遠 那我用一條網路線拉到房間來 再接到路由器分享給電腦跟PS4 還有手機使用的話 該怎麼辦咧? 或是不方便拉線到小烏龜 只能使用無線網路 那種租屋的情況怎麼辦呢? 又或者你用的根本就不是中華 沒有辦法使用PPPoE又怎麼辦呢? 接下來就是我今天要介紹的重點 不一定可以讓你變成NAT1 但是可以讓你在連線上面順暢許多 穩定許多 是我自己個人的經驗 這個方法似乎比較少人知道 我也是在網路上找了很久 看了各種不同的網站 才把它拼湊起來的 所以拍這個影片跟大家說一說 以我的網路架構來說 我可以選PS4連路由連小烏龜 或是PS4透過WiFi連小烏龜 我從路由的講起 首先呢 瀏覽器輸入你的路由器IP 這個IP在路由器說明書上會有 弄丟的話打開開始搜尋CMD 輸入IPConfig 跳出來以太網路卡 區域連線 最下面這個預設閘道 就會是你的路由IP位置 像我的192.168.3.1 進入畫面後會有貨號密碼 也是說明書會有 沒有的話到網路上查自己的路由型號 通常是找得到的 登入後這邊以我的為例 其他廠牌就只能耐心找一找了 在LIN區域網路設定裡面 可以找到目前DHCP客戶端 它代表著目前連線到這個路由的設備 認出你的PS4 把它的IP位置上入保留 這樣就會固定PS4在這個區域網路上的IP位置 像我192.168.3.103 這是第一步 會稍微穩一點 不過綁足不大 想要更穩定我們再往下看 設定之後 來到進階 進階網路設定 找一個UPMP的功能 把它勾起來 這是第二步 又可以再穩一點 NAT3到這裡應該就會變成NAT2了 再來第三步 就可以做也可以不做 大家先聽聽再決定 要用這個還是要用後面的第四步 到防火牆那裡 防火牆規則這裡取個名 輸入IP位置 把這幾個連接部都設成允許 大家可以暫停 設一下 那這步可做可不做 因為這跟下一步功能類似 這幾個連接部是PS4在用的 PC、Xbox、NS或其他 有他們的號碼 我也不知道 只能請大家自己去查 關鍵字就是 DANIT平台名稱加上PORT PORT 就通常會有資料了 如果想要解決PC的連接問題 建議做到這步就好 開啟要玩那個遊戲的使用的那幾個PORT 避免讓電腦暴露在危險之中 第四步 強大的武器DMZ 這個DMZ是 DEMILITARIZED ZONE 的簡稱 它會允許這個IP位置上的裝置 不受任何防火牆的保護 直接暴露在網機網路中 變得容易被入侵 所以才不建議PC使用 但家機因為系統獨特 加上只是用來玩遊戲 入侵也沒有什麼價值 所以我認為不用太擔心 打高啟用打上IP 就可以使用DMZ了 這個功能等於直接覆蓋了第三步的防火牆 這樣就完成了 回去測試網路 不一定能夠變NAT1 在我查到的資料中 有些人可以變 有些人沒有變 就像我 但實際上測試 跟原本不能連線的人 一對一連線 就一切都正常了 多人時斷線的狀況也明顯有改善 以上是我的路由器 接下來帶大家看一看小烏龜的內部 如果是連小烏龜的無線 就照這樣改 基本上是差距不大 但小烏龜裡面沒有提供可以設定 然後輸入你想要的IP位置 前面三個都是一樣的 192.168.1 這是小烏龜的IP位置的前三碼 再來第四碼是自己訂的 那通常都是100多 那譬如說我105好了 這個數字不要跟其他會連線的設備 一樣就好了 不然IP位置被占去的時候 可能會沒有辦法連上 所以自己這個數字要看大家 有多少設備 那就設一個 你喜歡的就好 網路紙遮罩這邊都是一樣 2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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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那預設閘頭的話是 192.168.1.1 這是小烏龜的位置 這是它預設位置 除非你的小烏龜有改過 不然這個位置都是這一個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PS4這邊 來到網路的設定網路連線 然後我使用WiFi 選字頂 然後選到你的小烏龜那個WiFi IP位置設定改成手動 選擇一個喜歡的 像我這邊192.168.1.110 那紙遮罩是255.255.255.0 是固定的 預設閘頭 小烏龜的IP位置 192.168.1.1.1 然後這個DMS 我是用中華電信本身的 再來按繼續 MTU自動就可以了 這個伺服器不用 然後測試 這樣做的就是告訴你的PS4 用這個 192.168.1.110這個IP位置 去連到小烏龜上面 所以不管小烏龜上面其他的IP 發給誰了 他PS4連進去的時候就會自動是這個IP 那這個是UPMP 我弄的時候預設是關著 難怪連線這麼爛 那這裡是設防火牆 這裡是DMZ 一樣PS4連小烏龜就設PS4的 PS4連路由再連小烏龜就設路由的 這樣就能完成了 接下來我要說的都是我隨便亂猜的 如果有人是這方面專業的 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說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最後選用的是WiFi直接連到小烏龜 雖然這樣速度比較慢 原因是我兩種都測試過 WiFi連GTS大廳訊號好的房比較多 而且兩種訊號好的房也不太一樣 有一些是WiFi好 有一些是透過路由好 那怎麼會這樣 而且我也沒有變NAT1呢 我猜是因為每一台路由的DMZ不太一樣 WiFi跟有線使用的可能也不太一樣 所以雖然我把三四部都做了 但還是沒有辦法把通訊部都全開 所以我還是留在NAT2 不過呢用的部應該是大幅的增加了 所以遇到無法連線的情況也就少了很多 自從這樣設以來 派對NAT類型無法連線的狀況就沒有再出現過了 我想這就是通訊部變多的證據吧 以上是我實測可用的解決辦法 希望能幫助大家免於受到斷線之骨 那我們這集就到這裡 我也把PS4用的Port、號碼跟小烏龜的帳號密碼 都放在下面的說明欄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可以在下面幫我按讚 留言、分享出去 訂閱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就比較不會錯過新的影片跟直播 謝謝大家收看,掰掰